大家好,我是Chenix,为大家来X on 2, War of the Chosen 的游戏抗士兵 Priest, Lancer, Shield Barrier,还有一个Animano 目前没有打过敌人应该是只剩Gatekeeper的 我能想到的应该是只有Gatekeeper了 所以说是 我觉得要是说只有9门敌人的话应该不是很难 我这个部队中也是带上了一些反机械单位的一些专门的弹药跟道具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边值得一提的是Bili他是换成了之前Chosen Assassin的武器 一个Alash,一个是Katana 这感觉 当然我日文也不是特别好 Alash是风暴的意思吗 Katana就是刀的意思啊 怎么感觉前面的名字特别帅 后面的名字特别土 这是什么情况 可能有别的意思吧 还是 还是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武器属性 攻击力8到10 后面的加1应该是我之前研究了一个散的车功能加1吧 可能是没有 就是他从这个伤害来讲是目前可能是没有三级散枪要高 三级散枪是研究了一个散枪攻击力加1的科技 还有一个是三级武器攻击力加1的科技 那两个加1块应该是有两点的多大伤害 但是这把武器呢 他是有四个插件 所以说也是会更强一些 当然这个插件呢 没法更换 他写的是需要大周奖励 这个应该是原版中是有一个大周奖励 是你可以替换这些插件的 还有一个奖励呢 应该是可以让你多安一个插件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原版中的一个情况 现在在Wolf Trollsen中呢 应该是我目前是还没有看见多安一个 就是多安一个槽的这么一个大周奖励 然后武器替换的话 好像是之前我在做Covid Action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个任务 他是给你提供的这么一个奖励 可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是 但是还是有可能是有大周奖励 但是我没有 就是这个战役中是没有随机到呢 还是说官方就是特别的懒 这些意外的文字 他是都没有更新 我是不清楚 总之呢 这把武器是 这个阿拉西 他是散弹枪 是带一个Laser Set 等于是加20的暴击 这个20应该是 我有一个卡片相当于是升级 它的 应该是升级武器的等 就是它插件的等价 原来的三级的这个东西应该是15的暴击 现在是20的暴击 这边是 也是三级的弹架 加上那边升级武器插件的卡片之后 是4点的弹架 这边呢 是20%的几率 你白开一下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要是我来讲的话 我可能换一个Auto Loader 我会更喜欢 然后Stock的话 我其实觉得 对散弹枪的话 应该还算是比较 比较适用的 毕竟一个散弹枪 远击率攻击率可能 命中率比较低 直接是偶尔握着的话呢 要是说 有时候容易miss 这边你是可以 等于是在蹭敌人4点血 也是不错 然后这个武器呢 是由于是差件更多 所以说比其他武器 应该是更强一些 然后这把刀 这把刀也是 也是很强 它是 这可能也是解释了 之前Chosen打我 我也是 一开始 我是什么拙都没有 它是一直会隐身 当时也是没有 特别好的反应手段 全员我是选择了 Hunker Down 我是希望能通过 Hunker Down 提供的防御跟躲闪 等于是能少数散伤 但这把刀 实际上是 攻击率很高 而且是没法被躲闪 或者是miss的 有说 我要是技能好的话 攻击率高 就是配上一些 等于是Ranger砍人的那边的技能术的话 等于是这个动线还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猛的 而且它是带五点的穿甲效果 砍机械单位的话 直接是无视护甲 可能 塞克特炮的会有五点护甲 塞克特炮的可能更正好五点 还是六点 Gate Keeper可能会高一点 会有七点 它要是合上的时候 可能也就是那些单位 会受到一些护甲 其他的单位 基本上就直接是无视了 也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猛 但这个刀 其他东西呢 应该是 就是我把武器插件 是稍微的升线级 基本上就是 现在能用到的最高级的东西 大家是都可以看见 我估计就不废话了 这样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就直接直接开始好了 士兵有些额外的AP点 那些点数呢 他们也是都没有升满 所以说一些 AWC的技能术实 还能学全 我是想先攒着 看一看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把这些技能都给学了 我的最终的想法呢 是AP点就还是在尽量攒着 可能最后 做主线任务的时候 我可能是带一个小队的士兵 我把他们技能全学回 当然也是需要的点数很多 可能不太现实 我可能是 总之现在我是先跳跳 我是不想是随便的乱学 我是希望能到最后的任务的时候 是给我 就是派出一个特别特别精英的小队或者 想看一下 好像是这个插件能使啊 之前是有一个插件 现在是可以知道我的一些黄色行动 蓝色行动跟绿色行动的一些 那么一个插件 我也是 当时的workshop上 他说是 有些人说是没法使 有些人说是能使 我后来是 我发现说能使人更多 所以说我是给他激活了看一下 好像是 还是 就是能使用 像这边呢 我觉得 其实这个房子是太密集了 要说只有一个房的话 我在楼上可以是偷袭一下 这要是这么密集的话 我可能到楼上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我一跳出来就 这个敌人就在我脸前了 我可能先用raper去探路吧 这边等于是没有人 这个人话 这有一个塔 这边是人 我估计这个房子附近 甚至是楼下可能是都有人 这也不是 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地方 没有什么研究可以拿 我估计我们部队呢 就是集中在 这个左边 我这个是 这好像是逼了 他之前是通过任务升级 是获得了好多好多的 提升移动速度的东西 这是 刚才这是什么情况 我想切人 是切不过去 我以为激活了呢 这边你过不去是吧 是前方有 按这么动 什么两个spector什么 另一个spector在哪里 看不见那个塔 皮尔斯应该是 他的黑客很高吧 98 这个人呢 75 他之前应该是升过一些 就是 黑客的 黑客的奖励 还有一些 coffle action 他好像也是增加了一些 相当的奖励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有点 有点不是特别的好 不太清楚该怎么开怪 这边是呀 还是不是很 不是很理想那种 我觉得该往前跑 能跑 这边我能 在这能黑到是吧 你给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给我点免费的A路 我是不贪心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百分百的东西 这样我们 接下来准备是打 这边又是九个敌人 我是已经到了 这种目标前面了 还是没有遇见敌人 要是有点 说实话有点不太 不太乐观啊 这个前面人就不要 不要乱动了 这边呢 这是门吗 找什么门呢 还是没有东西 敌人会都都在右边吗 还是都在都在这个地方 这只有三个敌人 我猜可能是三个 就是三组三个的敌人吧 大概这么一样子 就是三个敌人 所以我还是知道 我的敌人 是什么 我一直要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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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是,这是什么 一个barrier,一个priest,还有一个人,我没有看见 应该是lancer吧 应该是只有lancer 等下,还剩下一个anime unknown 是没有,我没有看见 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 我可能再,稍微再往前蹭一蹭 基本上我是知道了这些人的 他们所在地 然后没有上楼是吧 好像楼上还有个人啊 我倒是可以从这上去 这边上其实也是没有,没有什么用 我估计的这边是标记一下,然后我可以再往前跑 其实那也是太太远了 要是万一说表现被发现的话还是很和谐的 这样呢,看一下这两个人 我估计可能是先,先往前还是往前蹭 准备一下过不去是吧 这边还有这几个全体 但是事也不太好,你在这站着 但是这边能看你,然后你的 左边 哎 这有点 嗯 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这个MOD不太,不太好显示啊 这边是个什么东西,这边是个墙吗 这要是这有,哦,这有一个全体 有时候这个边 中间是没有东西的吧 中间没有东西的,中间没有东西的话 应该是右边的左边敌人是看不见的 啊,这边 我只要在后边站着 等于是前面的Ranger可能 这是个门是吧 这是个门 Ranger呢,你可以藏在 这个地方,到时候直接这么出去 看看能不能,但右边要有敌人的话 也是很危险 啊,滚着地儿呢 我先随便随便站个地方 将我扫一下,看一下周围究竟敌人是一个什么分布 右边还有人吗 什么时候扫到 有说,剩的敌人应该是在 比我这个 Scan还要远的地方了 好吧 嗯,不太好,他们 回去了 啊 敌人不动 这 我不能在这再浪费时间了 像这边回去的话 他肯定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我要把,我现在打左边这种怪 我能上楼吗 掩体不好 掩体不好就算了 直接正找 不用了 升级 高 我打的时候呢 直接给他打爆 应该是这个甲会没掉 然后这两个人 这个Spector多少 13的血 还剩5滴 剩下的话呢 只要是我后边的这两个 Overwatch打中的话 应该就死了 这两个Specialist 也都是会了Guardian技能 所以说应该还是很猛的 这边的Chris呢 我估计你就是留着 到时候把安装不动的第二形态打过 Granadeer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待命吧 怎么什么都没有发动 我想起了一个事情 那这没有发动 我觉得有点问题吧 这是我的 其实是我的问题 毕竟是一个新的敌人 打的不是很多 这个敌人 他应该是带Lighting技能 也就是说 第一个Overwatch会miss掉 是不太好 但这边还是有Overwatch 也就是说 现在是在我方回合机 我下回合 敌人是只有一个行动 他们都看不见我 所以说他跑过来的话 应该也是没法攻击到我的 所以说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呢 我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 我明白为什么没有发动 这还不是说是别的问题 等于是我自己引爆这个Claymore 我是我的队员的 这个Consument还在 这个比较有意思 他们敌人还是看不见我 非常有意思 但这边人他跑过去了是吧 他跑去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 敌人有可能冲 冲两下冲过来 应该是冲过来的 这样直接是往前跑 滚车地人的话呢 应该往前跑 别人是看不见我的 现在他只是被被打了 但是说从那被打的 也是都不都不清楚 等于敌人只能动一步 这是什么情况 哎 这 你呢 这个有点 有点意料之外 这边人是跟什么事都没有事的 太有意思了 这样直接Face off应该是都 都都残了 这三个人呢 估计现在是不用担心 不对啊 我不用Face off 敌人是已经激活了 所以说我是可以 我可以打你们 敌人已经激活了 嗯 嗯 安住不动 不是第二能原地看见是吧 那就直接打好了 还没死 这有点有点意外 会被右边人看见 我比较好奇 这个要是 还是不会看见 这样看不见吧 我这样子把这个安装弓打的话 它是算击杀吗 原来这是死了 这个算什么 还是不算 有时候我可以把安装弓的第一形态杀死 从而是不暴露自己 然后这边呢 我觉得你就这个这个人 他是一个纯肉博单位 他是只有只有肉博 所以说是应该是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威胁的 我这个后边呢 我就两个人就全都偶尔卧好了 我想可行的话 我想去楼上偶尔卧 你能增加爱心病重 但是我不爱就能打到楼下 这个mod其实他只能知道你的视野范围 但是说有时候有高低的时候 还是不是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好 我估计你们两个人就 就站在这儿 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能出去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就这么出去的时候 就直接暴露了呀 可以这么出去 这么出去我也暴露了 我主要是不太清楚 之前我有扫描吗 之前好像有扫描吧 好像是没有遇见别的敌人啊 这就是怎么走 但我直接把我暴露 暴露出去之后呢 但是离着这敌人更近 还是没有激活 还是没有激活 这是可以直接 把这个球车黑了 是吧 这边敌人应该是 就是没有激活 就是这个球车能给什么奖励 这个好变态啊 人是扫描 扫描降低 要估计就是 皮尔斯现在 其实不太对 我的问题 其实现在没有必要黑的 下局我们要开怪的 算了 这敌人应该是看不见我吧 找到是 我主要不太清楚 我现在只标记了两个人 第三个人他要说是站在一个 站在我看不见的位置呢 是有点 果然是站在右边啊 这就是我担心的 这样怎么办呢 这边能炸死 然后那边是solo掉 这个真的是 这是我的问题 我是想 我刚才 不太清楚 我在想什么 我就说是 这边有可能是 没有标记人在右边 然后我就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 我才意识到 他在右边 我是更容易发现我的 这等于是 这是我的一个失误 这样这边由于是失控了 所以说我就不要 不要考虑战略品问题了 这边直接炸死 写着什么 什么有一个人被杀死了 这是照平民吗 这边有一个平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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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Priest是吧 打不死 还有谁能动 三个人能动 三个人能动 这个暴击怎么样 很厉害 我就不不上去了 那边上的话 是有可能被 被发现 这个有点变态啊 等于现在他无敌了 这个真的 他的这个 stasis技能 真的是 真的是太变态了 这等于是 刚才 因为是我激活了 他们 如果说要是没有 这个 我的大洲的 Test Analyst 那个奖励的话 等于是 他可以一个 移动一下 然后再 然后再射击我 等于是 就是很很危险 在这边 哎 我只有 我有安他 是不吗 没有啊 我这个 这边也是 又失误了 我以为 这个BD有untouchable 所以我只站出来 我是想充当一个 一个靶子 这边168 谁获得击杀 我觉得不想让BD获得击杀了 BD跟谁绑的 BD跟一个Specialist绑的吧 Pierce跟Chris是绑的 诶 卡牙系是跟 BD跟Alce绑的是吗 是这么样子 我想让Chris升级 但你中毒了 就直接死了 相当于 不对 这个毒是你每回合 有一定几率 它是会 会消失掉 所以说还是 还是不对 将Pierce来 去黑这个车 另外呢 最后一个敌人 在什么地方 这有点问题啊 这只升到68 但是我们要别的选择 这个你直接是扫描 速度 相当于是降低50% 真的是很强 持续一个月呢 像死活听不见 最后敌人的位置 为什么有战斗的声音 敌人会在那边 这个地方吗 准备是边界了呀 敌人在这个地方 还有 还有一个specialist 敌人在什么位置 敌人在什么位置 果然是gatekeeper 但是我觉得你起码扫到后 敌人要要高亮吧 这个这个也太暗了 这怎么感觉跟没扫 差不多 但是等于是这个人 他被这个建筑给挡住了视野 所以说我人在外面站着都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那边的举手可能有点太靠右了 这个可能让你 比如说站到这个位置 让你给从左边走 然后我的人质呢 我人质还出不来 你帮忙开个门 这样人质能出来了吗 怎么还是出不来 这个好奇怪啊 但你呢 到这儿来 下去就直接撤离了 剩一人就是把那个gatekeeper干掉 应该是看不见我的吧 正好在移动 还有开门的声音 来援军 这边又需要来援军了 所以说 我这局先不打你们 我估计还是一个 cleymore呢 给你们 差不多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像这边援军呢 那 YP就直接撤离了 在这带着一点好处都没有 怎么又一个purifier 之前好像是我oldwatch把purifier给打爆了 好像是没有炸的我 不再清楚他是刚好跑出去爆炸范围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我也是要再提醒我自己 就是不要站在离他这个空头太近的位置 这边Gardian有发动吗 好像都发动了 这个purifier你 对你往回跑 你都打死 你都打到 哇天哪 这个 这是敌人吗 这是敌人 这能再炸死一个平民吗 哇 真是不惜啊 让这边人出去啦 出去啦 Gatekeeper呢 最重要是Gatekeeper他不动 这个有很大问题啊 Gatekeeper不动 还好宫人地儿可以直接打到 可以炸到两个人呢 我就不动了 因为我现在在原地待的话 我是可以跑到撤离的 这样怎么打啊 都能打到是吧 都能打到啊 都能打到的话 这边可以打 估计是你先打 你是跟谁组合到一块儿了 你跟这边组合到一块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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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可以这边守住人头 而这个人头呢 估计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这样狙击手打的话 手枪命中率是多少 45这有点太低了 我是往前走一走呢 还是 减了15的命中 但我往前走的话 会直接少45的命中相当于是 一定是少开一枪 所以我还是原地打吧 像Holo技能应该是没法打的 这边已经动过了 你可以打一打 你可以给一个这个Spotter技能 而且你可以使丢Strike 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做的事情吗 给个Aid Protocol 我只要是这样子就死了吧 这个是狙击枪应该命中率很高的 这谁啊 又被炸了一滴血 我感觉是尸体被炸了一滴血 那边已经没有人了 都 他谁能动 两个 三个人 你还能动 刚才你使的是技能 还是狙击手来打吧 他应该就没了 我们能处理人就处理就好了 这要爆是吗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个任务 这张 倒是很少见 什么情况 还要撤离绳子的声音 平常自拍的话都要随机很多遍 这回好像是直接一下就 这张图片好像也更好啊 我猜可能是这个地点好了 这样我们自拍两张 这个一个任务要是拍两张照片 他就是后边任务结束的时候 他的那个画面会显示哪张照片 是你后拍那张还是说随机显示 这个人怎么怎么疲劳了 这边我出任务的时候应该是这个ripper 是他疲劳之行是不满 但是我是为了去练集 所以是把你派出去 我知道他会疲劳 其他人估计可能也是这样的比较低 但是这边这是else 跟beating 太清楚了 像你们俩可以升级了 但是这边正在升的 而且我记得是 现在是你在疲劳 我要是你在疲劳的时候 直接让你去升级的话 这个疲劳之好像是没法 诶能不能能不能加 好像是能加的 所以说没有问题 你在疲劳的时候 让你去升级你们的bund 应该是正合适的 这样多了一个工程师 另外我这边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我超能力实验室 造的什么地方呢 我才想起来 估计就不要超能力士兵了 我有templar应该是很强 我估计就不造了 我在原版中就是不怎么使 其实少一个的话也是挺 主要是我造超能力士兵 主要的用法是 它有一个domination 是直接是永久心控 可能最后你心控一个gatekeeper 然后去 像是 就是直接是当 当肉盾使 那现在要是有了英雄职业 我觉得是 我就不需要肉盾了 直接就是 直接是推 一路推过去 应该是攻击力很强的 三天 这应该是我现在 获得了扫描加速的一个东西吧 这样是很很好 嗯 雷兹赛的原来是 给ranger的散弹枪 那现在ranger是不需要散弹枪了 他拿到了sassin的散弹枪 我应该还有一个 应该没有问题吧 应该没有问题 我应该是 还有一个lazer side 我应该是按到了 按在了reaper的身上 等上reaper的攻击是可以暴击 这个买了 4点的额外弹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stock我觉得就算了 这个呢 哇 还有一个是没有按啊 加4点移动 可以给我的ranger按上 但没有必要买 کو几买 这个东西 stormgong 按按说不动解锅加快 可以在我递来快点点出来 现在我的intel能做什么 我之前应该是想快速扩张 section Shield Barrier Faceless应该是能造Mimi Beacon 我有一个 我需要造两个吗 我这没有必要吧 我这没有必要啊 增强版的Laser Set呢 我大部分部队应该是会上 瞄准镜的 有时候Laser Set用到的单位 只有Ranger跟Raper Ranger有了Alash 然后Raper现在已经有了Spear版本 我觉得这都卖了 应该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留一个吧 留一个 主要是这个它不是跟Long War一样 Long War中你是 就是已经安好了插战 你是可以拆下来 这个原版中你是必须拿一个旧的东西 给替换上去 所以说我可能留一个去用来替换 但这个东西Advanced版本 我觉得是用来替换 可能有点太奢侈了 我就先留一个 那别的东西呢 就不打折 我就不管你了 这样大概就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呢 我现在应该是有直接瞬间接触吧 这边有瞬间接触 我估计就先接触了吧 接触多了之后 我想要什么呢 这个是不想要 美洲是什么 这个也是没有用 我好像之前在 应该是正在跟非洲进行接触吧 非洲要几个塔 非洲要两个塔 这叫60 什么情况 这是要60 所以这两个塔 我估计就这儿起一个塔 然后这儿再起一个塔 这边是到 到角落了 这儿起完塔之后 这是多少 这是30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儿起塔的话 这到时候是30 这个到时候也 这什么情况 我估计我不用拖的这个 就以后不拖了 我直接是用键盘去移动 这样可能更好些 这样起塔的话 我就先算了 这边我先把 Intel给扫了 另外呢 是之前我有一个地图上扫描 它是把时间给改成了小时 总之是会更 会更好一些 Dark Lens跟Dark Claw 两个 PCS是好 这等于是可以换 是吧 这个我研究一下 Spare Part 这是什么 这一项有两个 是不是之前那个 可以替换的PCS 升级 我已经拿到了 之前是在一个Covid X之中里面 是看到了 可能是已经拿到了 我是忘记了吧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Supply 等于是扑用国王的计划 是便宜20% 我到现在已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而且这是 这应该是万吧 应该是啊 就是还可以再便宜 我 我冰武王还能造什么呢 最后的Warsuit要造 造一个 就是我全员到时候 应该是会要穿Warsuit的 但还是升一下吧 这两个应该还在绑着 所以说 消一些时间 你先扫着这个东西 然后呢 Supply就不要了 还有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其实这个也可以不要了 又是A路 Supply也没有用 我觉得就不要了 因为 这些东西 我估计是花不完 把这个塔造起来 这边是给 有一定几率是一个Advent的时机 加入啊 我是比较好奇 会是什么样子 哇 这个塔是200块钱了 我是要往这儿跟这儿按吧 应该是啊 但这边的Bound是完成了 你们俩升级 还有什么 应该是没了 冲冲王呢 其实是一直在在闲的 确实是 这两个东西到时候 我会用二级甲替换掉 所以没有用 School Mining 其实我可以 我现在可以做了 这到时候会长 School Jack的 就是再加20的 罗爱黑客 别的应该就 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样不错啊 等于是好像是 这个任务是有 中整几率被埋伏 是没有发动 这样Operation Demon Claw 是可以做 现在 要是这么做的话 等于是我要把 Templar拿过来 Templar应该是满的 我先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 这个Covid Action 还可以做什么 降低Avatar Alien Loot给什么 不太清楚 Solder Bound PCS的话 其实现在 我想让全小队 应该是都获得 命中的PCS 我可能要去 试一试这个 Supply什么的 没有什么用了 这个Combat Intelligence 提高了 我不太清楚 多大效果之后 我可能是 到了后期的时候 我可能是再试一试 我的Intel 这样 我们现在的 还有11天来 supply drop 我士兵的疲劳怎么样 满的 谁跟 我是跟Templar绑的 我人呢 我的皮套也是满的 可以再降低Avatar 等于是去 其实我觉得没有 没有事情了 我现在可以是不做这个 现在全球 我也是接触的差不多了 然后全球也都是工厂 我就是到时候 是可以随便破坏工厂了 棒的应该 它是写的是 直接是升一级 所以现在是可以去升到下级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是要 这两个士兵是同时去做任务 我感觉上 目前我让士兵 就是他们的这个 每个成员呢 他的 我是尽量都是让他们 没有拆分他们 所以说我感觉上 我士兵的bond 应该还是做得不错的 我可能要开始做一些PCS 可能先把这个PCS做了吧 别的应该就 supply Intelligence 可能也是去尝试做一做 他写的是升级这个东西 像是比如说有 Vesker在哪 这个没法升吗 就是英雄职也不能升 英雄职也不能升 你是出任务了不能升 是这么一个意思吗 只要是Vesker 他好像什么 Genius 还能还能再升吗 我点不太清楚 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机制啊 我感觉上就是 我的理解是 或者说我的猜想是 你根据士兵的 他这个Intelligence 你每次升级的时候 比如说 其实不应该在这儿砍 应该在这儿砍 就是好像你每次升级的时候呢 你的自身的技能数是你学当前一个技能数好像是不需要不需要这个AP的 所以说你要说一点的Intelligence都没有的话 你也是可以学完就是学完一条数是可以学完 但是你这个要是高的话你可能每升级会获得一些额外的技能点 你每升级获得一些额外的技能点 可能是 我猜可能是你要高一点的话可以多点出一个技能来 然后很高的话可以没准是能多点出两个技能来 我猜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士兵的这边呢也是说呢 他是会 等于是影响你AP的增长 有时候我在战斗中是 比如说我是flank的敌人 我从高地击杀 我埋伏的敌人是都会增长 但那个增长呢 他好像是直接是加到了我们X上的这个AP中 而不是士兵的AP中 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是不太清楚 像他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AP 这边是有了24点 我有多点吗 没有点过 就等于是一个满级的士兵 这边是加24 但我也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个 一张卡片是每升级的时候好像是多活到25% 所以这个具体的机制我是不太清楚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但是Vesker可能就不能去了 因为Vesker他是我的主力的Grenadier 他技能也是学了很多很多 这个呢 这是加4点的AIM 低几率受伤 我就把这个做出了 我是有点懒了 其实是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要是做这个呢 我需要考虑是哪个士兵 哪个士兵是要出 出我即将做的那个 应该是谁 还剩WARLOCK 我即将要打WARLOCK 所以说我要是把我的主力士兵留下来 但是我现在是有点 不太想去考虑是 谁是谁要出任务 谁不要出任务了 现在就随便找个狙击手 Chris 利昂 利昂现在疲劳吗 还好他俩不疲劳 他俩不疲劳的话 等于是你们俩出主见 然后Chris呢 直接是在生 生一点命中 Chris在哪 Chris跟Pierce 你们俩的棒子 现在是多少级的 这是三级的棒子 其实已经满了 是吧 你们俩已经满了 实际上没有必要再让你们俩升了 可以让一些二级的人 Ada是要跟Visker出任务 你要出任务 你也在出任务 你又出任务 你再进行升级 Raper的 其实RaperAIM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之前也是把一个 好像加AIM的PCS给了Raper 感觉是不是特别有用 Raper机型上就是 我觉得Raper可能是 移动更好一些 就直接移动到 能flank敌人的位置 这样你基本上是 就是可以无视掉命中了 因为flank敌人嘛 你是没有 Raper到时候 我们俩要出任务 你们俩是满了 你跟Rebecca 这边的总之就是你去整理这些士兵的真的是需要花好多的功夫 你跟这个Ranger可以是吧 这次的命中呢不是很高 但是我觉得Grenadier你要是能获得了 他毕竟是技能要是学好的话 他的武器输出也是很强的 但你们俩是正好是回来后应该是可以再升级的 25intel让你不受伤 我知道还是点了吧 这俩等级的很高 一个满级的一个马上要满级的人 我觉得不要受伤了 25intel现在我也是花得起 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这样这个升级应该是没有什么用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就只能只是影响我破云光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我是不用等 我现在就是 不是这个玩意儿 等于我们下期就直接去做这边warlock他的双后的一个突袭任务了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